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,从上个世纪80年代,就着手研制LCA光辉战斗机。 这是一款轻型战斗机,当时印度的设想是使用LCA光辉战斗机,来代替大皮肤衣的米格21战斗机。 LCA光辉战斗机,是印度研制的第一款喷气式战斗机,印度也希望能够在这款战斗机上,使用印度自己研制的卡弗里沃善发动机。 印度颜色的卡弗里沃善发动机,是一款在沃善发动机的基础上改进沃善发动机,印度在发动机的颜值上,的确是读书一致,在全世界的范围内,除了印度之外,就没有能够在沃善的基础上,直接改进出沃善发动机。 虽然说沃善发动机的核心机是沃善发动机,但是具体的设计,还是有众多的差异之处。 印度空军目前已经订购了两批LCA光辉战斗机,其中包括40架LCA MK1和83架LCA MK1A战斗机,这些战斗机使用的是从美国G1引进的F-404沃善发动机。 从LCA光辉战斗机的原型机,开始就是使用了G1公司的F-404沃善发动机,而未来的LCA光辉战斗机MK2,则将会使用F-414沃善发动机,这款发动机是美国F-A181F超级大狂风战斗机所使用的型号。 印度正在发展卡弗里沃善发动机的过程中,还得到了法国的帮助,不过,卡弗里发动机的先天不足,到法国也是无所适从。 从一开始卡弗里发动机就是误入企图了,这就造成了LCA光辉战斗机在生命周期内,都无法使用印度自己研制的发动机。 未来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,将开始新一代中程战斗机的研制工作,这个将是印度研制的一款衍生战斗机,而这个或许是卡弗里发动机的一个契机。 不过,这间卡弗里发动机,还是印度制造的一个悲剧,一个伴随着LCA的悲剧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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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